为了省下房租 这位美国华裔学生选择了飞机通勤 你怎么看 在美国 上大学的费用是许多学生和家庭的沉重负担 除了昂贵的学费 书本和生活费用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开支 房租 如果大学所在地的房租 比自己家乡的房租会很多 那么学生们就要面临一个难题 是住在校园附近 还是住在远一点的地方 或者 有没有其他更创新的解决方案 最近 有一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华裔学生 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因为他选择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 来节省房租 飞机通勤 这位名叫Bill Joe的学生住在洛杉矶 每天乘坐飞机 往返于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 以便上课 他说 这样做可以让他省下 每月1500至2000美元的房租 并且可以就读他梦想中的学校 周每天的通勤计划大致如下 对于上午10点开始的课程 他会在凌晨3点40分左右起床 早上6点乘坐飞机 飞往旧金山国际机场 在机场休息室吃早餐 然后乘坐公交车前往校园 下课后 他会和朋友出去玩 或者一同学习 然后吃点晚饭 然后乘飞机返回洛杉矶 通常是晚上9点05分或10点30分 Joe的做法无疑是非常勇敢和坚持的 他不仅要承受早起长途飞行 换乘公交车等通勤的疲劳和压力 还要保证自己的学习成绩和社交活动 他说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他能够接受全国最好的土木工程课程 并且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学业 然而Joe的做法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 有些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不环保和不负责任的 因为航空旅行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加剧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 有些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不理智和不划算的 因为他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在通勤上 而没有充分享受大学生活 有些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必要和不现实的 因为他可以选择其他更合适和更便宜的住宿方式 我个人对Joe的做法持中立态度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 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 如果Joe能够平衡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学习效果 经济预算和环境影响 并且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那么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受到别人的指责或干涉 当然 我也希望Joe能够考虑到自己行为 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 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其负面后果 总之 Joe是一个有着强烈意志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应对高昂的房租问题 并且取得了成功 我对他表示敬佩和祝贺 同时 我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理性和谨慎 并且在未来能够找到更加舒适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